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这个提高的三个境界 哪三个境界呢 执着的境界 虚无的境界 淡定的境界 那么我们之所以面对同样的山水 有不同的看法 是因为通过学习我们的心灵发生了一个不同的变化 那么当我们在提高之前 我们的生活是世俗的生活 见到了功名利禄九色财气 我们容易被他们所迷惑 这叫见山是山 那么当我们的层次境界提高了之后 我们把世俗的生活全部的抛弃 把一切素食的东西看破放下扔掉 那么这个就叫见山不是山 那么当我们真正的获得了大彻大悟呀 我们在形式上是重新的回到了世俗的生活之中 我们重新过世俗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心灵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珍惜一切 会善待一切 会包容一切 会欣赏一切 但是我们呢 不执着 不计较 不贪求 是不是啊 比如说名利 我们继续求名继续求利 但是跟第一个阶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被名利所束缚 第三个阶段 名利是我们人生成功的 事业成功的一个道具 是吧 第一个阶段名利是主人 我们是被他玩弄 第三个阶段 名利是我们的一个桩点 我们要名利呀 是不是啊 求名要求万事名 魔力要魔天下力 那这个境界那就高得多了 所以呢 我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 通过我们不断的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感悟 是吧 最后我们都能够轻生来体会到 见山指示山 见水指示水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这样的生命呢 才是一个智慧的生命 才是一个清醒的生命 才是超越了执着 超越了虚无的 从容淡定的生命 那么这样的生命 也才是真正和谐的生命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